看到乌克兰指控了俄罗斯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的领土 也引发核战的忧虑 尽管克里姆林宫没有回应 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 接到说神秘电话要求他不准谈论到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刚刚才说这通电话声音竟然大到 大家都听得见 这是不是有一点假 难道是刻意安排吗 如果真的刻意安排 那背后动机是什么 请教教授 是的 这通电话如果大家看新闻的画面 其实真的会觉得蛮特别的 很少见到像这样子克里姆林宫的新闻记者会 由新闻发言人当众接电话 而且还特别的让这个电话当中的声音 是可以透过麦克风传递给全场的媒体看到 基本上我们只能去 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 这通电话看起来是有意的 想要释放出某种的讯号 而这个电话当中特别强调的是 要低调的来回应所谓的ICBM 也就是俄罗斯有发射所谓的用洲际弹道飞弹 来针对俄罗斯进行 针对乌克兰进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看起来发言人是被限制 或者至少要低调来处理 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局 或者是做出这样的一个一场戏呢 事实上就会让外界更加的去怀疑 是不是俄罗斯真的要把战情升高 把ICBM甚至未来为什么会有核弹的威胁 核战的威胁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洲际弹道飞弹事实上 它是可以加码搭载核弹头来进行攻击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有这样的一个铺陈 所以让外界更加的去担心 是不是俄罗斯下一步就要把整个无二战争 拉高到所谓的核子战核子大战的层次 当然这是一种解读 另外一种解读也有一种可能是 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告 或者透过这样的一个铺陈 事实上是向美国或者是向西方国家来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虚张声势 或者透过这样的一个情资的泄露 让西方国家重新去思考 究竟在支持乌克兰的程度上面 或者是持久的部分 到底要帮忙乌克兰多久 是不是值得让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 延续到整个欧洲地区 都必须要投入更大的战争的风险 所以其实它的这样的一个用意 一方面是给予所谓的核战的威胁 另外一方面也透过这样的威胁 让北欧国家以及甚至是未来 川普的团队去接收到这样的讯息 所以有两种解读 一种解读是真的决定要进行攻击了 另外一种解读就是透过这种威胁 希望能够把战争的风险 透过威胁让欧洲国家 让美国为首的欧洲国家 都稍微的冷静甚至是往后退去思考 怎么样来劝乌克兰 不要再进行更猛烈的攻势 所以两种解读 一种比较正向 一种稍微的悲观一些 我个人认为目前看起来 俄罗斯要真的把这场乌俄战争 提高到核战的可能性 还是稍微的低一些 毕竟可能在理智的方面 如果真的采用了核子攻击 核子武器来攻击 这个战争其实不只是乌克兰吃不消 俄罗斯自己本身 恐怕自己盘算的后果成本 也会非常的高 因此这场戏做的恐怕是给西方国家看 透过威吓 希望大家能够把乌俄战争的风险来降低 希望乌俄战争可以还是回到 外交的谈判桌上 透过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施压 让乌俄战争可以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当然我们是不是真的如同我们所预期的战争 可以稍微的降温 就要看普丁以及接下来这几天的后续的发展了 而另外一个战场是中东冲突的新进展 那就是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针对了以色列还有武装组织哈马斯 发布了通缉令 理由是涉及战争罪 而被发布逮捕令的官员当中 其中还有这个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但是美国呢是拒绝承认的 请问教授了 那这样一个通缉令会造成哪些后续影响 这个通缉 通缉令造成最大的影响 恐怕是纳坦雅胡要出国的国家会受到限制 这个大家觉得有没有 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可能就见仁见智 首先我们说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 它是经由124个国家联署的 也就是说它真的签署的会员成员国 是124个国家 在全球超过200个国家跟主权地区 加起来呢 等于有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国家 未来呢 纳坦雅胡可能就不能够到当地去拜访 可是我们要知道 包括了中国 包括了美国 包括了印度 或者是俄罗斯等等 相对来说 在国际舞台上面 跟以色列 未来可能还有更多交集的 这些地方跟区域呢 事实上都不在海牙的 国际刑事法庭的会员签署国当中 所以对于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来说 只要它不到这124个成员国去旅行 事实上它就没有受到逮捕的可能性 那就算它到了这124个会员国当中去做拜访 事实上只要会员国不做任何的行动 海牙的所谓的国际刑事法庭 也很难要求会员国 真的完全的按照协议的内容 按照会员的规范来执行它的命令 换句话说 形式上的象征上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 对于纳坦雅胡来说真的能够限制它 限制它在整个加萨走廊的战争上面 改变行动甚至尽快的停火 难度还是颇高的 毕竟我们说它的象征的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 以色列跟加萨之间的战争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歇呢 其实从海牙的这个逮捕令 恐怕很难看出端倪 甚至我们说联合国的所谓的决议文 都在谴责以色列 也没有办法阻止以色列 真正以哈冲突或者以色列在中东 带来的这些战争的风险 真的要降低 恐怕真的要等到2025年 尤其是美国的新政府上任之后 纳坦雅胡自己在国内的政权稍微的稳定 而且又得到了可能新的 美国的川普政府给予的更多的支持 和某种程度的承诺 接下来纳坦雅胡就会考虑 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争上面 以色列也许可以朝向停火迈进 短期之内 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继续的对黎巴嫩 对真主党 对于加萨地区还是有所攻击 但是到了2025年 整个战火会因为以色列自己主动开始 降低战争的这个行动 而开始逐渐的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和平的曙光 但是我们说这个和平的曙光 恐怕以色列得到的 也就是以色列所要求的这些条件 会是比较符合以色列的期待 相对而言 巴勒斯坦或者是黎巴嫩 受到的冲击或者是很多的利益 真的可能会受到蛮大的伤害 这一点也某种程度反映了国际的 国际政治当中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即便有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强力支持 联合国的谴责 以色列目前看起来还是可以照他的意思来走 接着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 中国国家主席是不是又有新朋友 阿根廷总统米雷一在G20的领袖峰会上 就和习近平双边会谈 聚焦在了阿根廷的经济问题 寻求延长货币互换等等多项的协议 两个人首次的同框合影 米雷一上台之后 是否为了拼经济 就变成比较亲中一点呢 请教教授 是不是为了拼经济而亲中 我们应该说为了拼经济 而必须要重新思考 过去的所谓的抗中或者是反中 是不是必须要做调整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 米雷一在一年多之前 尤其在选举的选举总统的过程当中 还特别大声的呼喊 说阿根廷不能够再跟像中国 像是任何的共产主义的国家 打交道 出卖了阿根廷的这个价值 可是在上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米雷一 他在拯救阿根廷的经济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当然现在就到了 阿根廷究竟是不是要继续跟 他口中的所谓的 邪恶的共产 共产主义的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因为非常务实的来说 阿根廷的大豆 以及阿根廷的农产品 最大的外销市场 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对于阿根廷的米莱来说 在处理好阿根廷的内部的经济的 慢慢改善体质之后 也必须要思考对外的贸易 是不是能够重新的来重新调整 继续帮助阿根廷的经济 可以回到正轨 也就是说 现在阿根廷的经济 慢慢在米雷一所谓的休克疗法之后 逐渐有回温 逐渐有回复到正常的趋势 这个趋势能不能继续 现在看起来呢 透过阿根廷跟中国之间 开始重新建立连结 或者是重新修补关系 可以想象的是 米雷现在考虑的更务实的 是在跟中国 或者是跟其他本来他觉得 可以放弃的这些市场 重新连上线 因为他已经看见了 如果阿根廷可以透过贸易 帮助阿根廷的经济 现在对于米雷来说 可能比他本来的心中思考的 到底哪些朋友是他愿意交往 哪些朋友他不愿意交往 这个所谓的价值观的差距 恐怕是米雷现在没有办法多做考虑 而把国家的利益 也就是国家的经济恢复正轨 当成第一要务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米雷跟中国大陆 开始有更进一步的往来 而中方也非常快速的 做出相对应的回应 包括了给阿根廷政府的 相对的外币的援助 以及未来的市场的帮助 以及购买更多的阿根廷的产品 这样的互动 对于米雷来说 过去不能接受 但是现在为了务实的经济 复苏的考量 现在开始跟中国修补关系 也许从阿根廷的案例 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很多的国家 在理想跟现实当中 我们不断的强调 理想跟现实当中 要做出取舍 对任何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可是往往在最后考虑到国家 考虑到人民的生活的时候 现实可能会 现实的这个考验 跟现实的挑战 恐怕会远远高过 对理想的坚持 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在看 阿根廷的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修补关系 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 可以看出来的 国际政治的一些端倪 好 确实也是老话一句 国际间的一个趋势 持续都在转变的 那么未来很关键的 美国领袖更是一个变数制造者 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大家能更有方向 也感谢教授今天的分析 感谢 而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 南韩知名的景点 北村的韩屋村 从11月呢 实行了宵禁规范 缓解过度旅游的问题 从下午5点一直到隔天 上午10点 游客都不可以进入到 北村的特定区域 为者最高就可以开除 10万的韩元 折合大约2300块台币的罚款 当地的居民非常肯定 这一项的规范 让他们的生活都恢复安宁 不过当地商家却抱怨 游客离开得太早了 真的很难做生意 这里是南韩首有之谜的 北村韩屋村 沿路的传统韩式建筑 一年吸引约600万名观光客 拍照打卡 从日本到4天住在这里 我们想要拍摄 然后看传统的国家 记者直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